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拿刀出来呢 谁知道 看了小朋友看这个 再回去 我说什么你们跟我那么凶 我带喊人 多乐趣了 你看谁看谁呀 你管教什么 我看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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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看谁呀 看什么你 我看谁打谁你 我看谁打你 我看你 看你 我就打你 我就打你 你个垃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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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行为 实际上呢 超出了我们的底线 其实在前面呢 我们也做过一期节目 在讲对于美国警方啊 也抓了个十岁的小男孩 这十岁的小男孩呢 扬言要恐怖袭击 但是这个呢 你拿着菜刀砍人嘛 实际上是已经实施的 这个恐怖袭击 所以在这件事上啊 其实真正的问题 除了青少年要严惩之外 就是有些的青少年小时候的恶呀 你不理处理 他大了的时候会有很大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尖锐的话题 就是对青少年的教育 以及呢监护人的责任 在这件事情上 谁给那孩子的菜刀 有什么样的责任 而且呢 你对于这些父母 对孩子不教育 出了这些社会问题在层面 因为中国自古就在说呀 子不教父之过 对吧 教不言师之多 你管不言是老师的事 像这样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教育 而且这样的孩子啊 现在人家说了 体罚都不许 实际上很多时候 对于这个孩子 我们一直讲 体罚很有效 因为体罚的话呢 他的各种时间成本少 你说你给他关起来 关起来不解决问题的 你关他个几年 他几年你不让他学习吗 实际上这种事啊 就是抽他几鞭子最管用 你像新加坡 为什么他一直 对于这个鞭斥里头的 这个刑法 他一直留着 其实对于有些事啊 其实打屁股 还是很解决问题的 对于这个孩子呢 你从小没有受到过 家里的暴打 也没受到过社会的暴打 实际上就是力气非常大 你这个呢 当然是比较极端 但是这个极端 他说明很大的问题 而且现在 你叫青少年保护法 实际上呢 您就说了是保护恶少法 其实还有一个 现在呢 青少年保护法 已经变成了青少年溺爱法 就是说你的保护就是干什么呢 他什么责任 什么风险都不能单 就叫保护嘛 实际上你对他的保护 你对他的教养 对他的惩戒也是保护 所以这里头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的转换 就是对这个孩子来讲 你像父母 打孩子就是不爱孩子吗 所以他这个好多教育的时候 现在把你原来的这些思维呢 给你扭曲了 你原来的这些思维应当是什么 对吧 你这个事你应当怎么干 这个教育啊 还不是个躺平的问题 你在他学习上躺平了 他其他事情上 力气起来了 这以后 像日本对孩子的教育呢 你可以注意 他是废柴 他躺平了 你现在这样的孩子 他可能还不是躺平了的问题 因为他从小父母养着 他各种生活条件好 他一旦到后来社会满足不了 他这么优渥的条件的时候 他不是说躺平 他现在很老 他可能真就是反社会 拿起菜刀来来砍来了 这才是问题复杂性啊 日本他整个社会 他把每个人管的是很乖的 他那孩子管的是很规矩的 但是呢中国可不是 中国是小皇帝 你说是躺平了 他真不是给你躺下 他实际上是拿着菜刀砍人了 这个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对吧 你不给他从小受到一些教育 受到好好学习 你让他各种各样的欲望 都能得到满足 但是你总有一天满足不了他呀 对吧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孩子的教育呢 对孩子的欲望的满足太多了 估计这样的一个孩子呢 受到的一个惩戒太少了 他就说从小就已经没有了被惩戒的概念 这事儿就太可怕了 你就包括呢 你在学校整个的学校老师是不敢说孩子的 你说完了以后呢 家长就找来了 家长就找来以后呢 老师就是说处理了 对吧 所以你老师是不敢说的 而且呢老师不敢说 我觉得还说一句话 为什么这个男孩子成熟晚呢 那全是女老师 对吧 异性环境 女老师就更不好管男孩子了 厉害不起来呀 对吧 男孩子不怕他呀 管女生他还有点办法 管男生挑皮捣蛋的 尤其异性就更是那样 男孩儿要再大点 那基本管不住 而且呢 平时呢 现在过去的是家里严富 现在呢 基本上爸爸很忙 都是 妈妈妈妈也很忙 老人的话呢 有时候还请个保姆 那保姆能管你孩子嘛 对吧 保姆要是把你孩子管教了 给揍了 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对吧 谁也管不了他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下呀 像中国在这个教育上呢 如果变成这种溺爱的滑下去 可能将来的带来的影响啊 比日本的平城废柴 这一代躺平可能影响还要严重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教育呢 其实有些时候咱们先不说 课外班好不好干个什么 我说该严厉的时候要严厉起来 人要有一个规则意识 要有一个劳动的感觉 就是从小呢 你不能把人养成懒骨头 养成懒骨头以后啊 懒病特别难治 以后的问题啊 会一系列的发生 虽然说这只是发生了一个很小的事情 很极端的事情 但是这个一个极端的事情能出现 那么实际上你从概率上来讲呢 比它第一档的事情就会有很多 再第一档上就会有很多 它必须它是有一个基础的 它没有这个基础 它也出现不了 这样的一个基础下呢 它有一个社会的认同面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啊 现在我觉得整个搞教育的风气和规则 都是一个溺爱风气 那还不说这个学不学了 溺爱风气下呀 下边的戾气可能就越来越重 给民族的未来带来的危害 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谢谢大家 今天这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